东周 东千后知周王朝为东周 前256年 东周被秦锁灭 东周历时515年 共传25王 他们是 周平王姬已旧 周桓王姬岭 周庄王姬驼 周西王姬胡琪 周惠王姬浪 周襄王姬郎 周请王姬仁臣 周匡王姬班 周定王姬宇 周俭王姬已 周灵王姬谢心 周景王姬贵 周道王姬猛 周景王姬盖 周袁王姬仁 周真定王姬戒 周哀王姬去集 周思王姬书 周考王姬为 周威烈王姬武 周安王姬娇 周怡烈王姬喜 周显王姬扁 周慎静王姬定 周难王姬严 第六十二位 东周第一王周平王 周平王 本明姬已旧 周幽王姬公圣之子 在位五十年 周平王在内外交困中 度过五十年 第六十三位 东周第二王周桓王 周桓王 本明姬临 是周平王姬已旧至孙 太子姬谢父之子 在位二十四年 桓王三年 正装公朝 桓王不礼 十三年 罚正正设商桓王 就是史书说的建设王间 第六十四位 东周第三王 周庄王 周庄王 本明姬托 是周桓王姬临之子 在位十六年 期间平定了 王子克之乱 第六十五位 东周第四王 周西王 周西王 本明姬胡齐 是周庄王姬托长子 在位五年 第六十六位 东周第五王 周慧王 周慧王 本明姬朗 是周西王姬胡齐之子 在位二十五年 期间平定了 子突之乱 第六十七位 东周第六王 周湘王 周湘王 本明姬正 是周慧王姬朗之子 在位三十二年 此年间 也是春秋年间 有戒子推 割肉奉君的故事 这就是清明节的由来 第六十八位 东周第七王 周慧王 周慧王 本明姬人臣 是周慧王姬朗之子 在位六年 当时王姬已缩小 王室财政 一贫如洗 第六十九位 东周第八王 周匡王 周匡王 本明姬班 是周慧王姬人臣之子 在位六年 第七十位 东周第九王 周定王 周定王 本明姬语 是周慧王姬人臣之子 周匡王 姬班之子 在位二十一年 周定王即位之时 大诸侯国对周王朝 及周天子 以无尊敬可言 中央权力 继续削弱 定王十三年 处为宋时 造成一子而时的惨剧 使社会生产遭到破坏 并阻碍了人口的发展 诸侯争霸 是以百姓的生命 和生活为代价的 一子而时的典故 就出自这里 第七十一位 东周第十王 周俭王 周俭王 本明姬姬 是周定王姬鱼之子 在位十四年 他在位时 周天子的权威 已经荡然无存 第七十二位 东周第十一王 周灵王 周灵王 本明姬谢心 是周俭王姬一之子 在位二十七年 周灵王姬谢心 在位期间 宠爱激进 米兵会盟 周朝国事 日以衰败 强国伐弱国 连年战争 民生极苦 第七十三位 东周第十二王 周景王 周景王 本明姬贵 是周灵王姬谢心之子 在位二十五年 周景王在位时 财政困难 连契民都要向各国乞讨 蜀典望祖的典故 就出自于此 此时 周天子的地位 已经一落千丈 第七十四位 东周第十三王 周道王 周道王 本明姬猛 是周景王姬贵长子 在位仅半年 景王喜爱儿子 曹 但景王死后 国人立长子 猛为王 曹 因此不服 为夺位将周道王杀死 第七十五位 东周第十四王 周景王 周景王 本明姬盖 是周景王姬贵之子 周道王之地 在位四十四年 此期间的历史事件有 白举之战 即孙子灭楚 卧星长胆 田氏戴奇 孔子去世 第七十六位 东周第十五王 周元王 周元王 本明姬人 是周景王姬盖之子 在位八年 姬人在位期间 岳王勾建 攻灭吴国后 统帅大军 承圣北渡淮河 勾建 成为一时的霸主 第七十七位 东周第十六王 周真定王 周真定王 本明姬介 是周元王姬人之子 在位二十八年 周定王十六年 三晋灭之国 分有其地 这就是有名的三家分晋 这也是春秋 和战国划分的标志 第七十八位 东周第十七王 周哀王 周哀王 本明姬去集 周定真王姬介长子 在位近三个月 就被弟弟周思王姬叔 杀死夺位 第七十九位 东周第十八王 周思王 周思王 本明姬叔 也是周真定王姬介之子 周哀王姬去集之地 在位五个月 周思王姬叔 袭杀哥哥周哀王 而集位后 不到五个月 又被弟弟 王子周考王 鸡为夺位杀死 第八十位 东周第十九王 周考王 周考王 本名姬为 也是周真定王姬介之子 周哀王姬去集 和周思王姬叔之地 在位十五年 姬为杀害其兄 周思王后自立 称周考王 第八十一位 东周第二十王 周威列王 周威列王 本名姬武 是周康王姬为之子 在位二十四年 公元前四百零三年 封晋国大夫韩前 召集 魏司魏诸侯 此集三家分进 三家分进 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 紧接着是 战国时代的来临 本年也是司马光 资质通鉴记载的起点 第八十二位 东周第二十一帝 周安王 周安王 本名姬娇 是周威列王姬武之子 在位二十六年 公元前三百八十六年 周安王姬娇 丰田和魏齐侯 正式将他列为诸侯 这标志着 齐国的新兴封建势力 取代了旧势力 第八十三位 东周第二十二王 周怡王 周怡王 本名姬喜 是周安王姬娇之子 在位八年 周列王姬喜 在位期间 是秦宪公在位的后期 秦宪公当政时 废除了野蛮的殉葬制度 他还清理户籍 整顿军队 注意发展经济 使国是好转 为日后秦孝公时候的 商鞅变法 准备了条件 第八十四位 东周第二十三王 周贤王 周贤王 本名姬贬 是周安王姬娇之子 周列王姬喜之地 在位四十八年 周贤王十三年 秦国商鞅变法 周贤王十六年 发生桂陵之战 周贤王二十八年 发生马陵之战 第八十五位 东周第二十四王 周慎敬王 周慎敬王 本名姬定 是周贤王姬贬之子 在位六年 当时战国齐雄 为了壮大自己 各自找寻盟友 有些国家联合起来 对抗秦国 称为合纵 公元前三百一十八年 魏国国相公孙衍 发起了一次 五国合纵公秦的战役 最终失败 第八十六位 东周第二十五帝 周滥王 周滥王 本名姬炎 是周慎敬王 姬定之子 也是东周最后一位君主 在位五十九年 此时 周朝已分东周 西周两小国 周滥王名为天子 实际居于西周 西周武功 尽献其地于秦 王一族 周王朝灭亡 相传滥王负债于敏 因淘寨 必居宫内台上 周人称其台为淘寨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